9月9日,2018年美国网球公开赛,迎来了女单最后的大决战。 20岁的日本混血天才大阪执美发挥出色,2比0横扫小威廉姆斯,最终登顶大满冠冠军。这样在本届大赛上,没有参加亚运会而是全力备战。 美网的两位日本天才,紧之规打进了男单四强,大阪执美直接拿下了女单亚军,日本网球风头无两,直接压倒了中国等国家,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。 在前不久结束的亚运会上,中国队包揽了女单、女双两枚金牌,还拿到了男单的亚军。 相比之下,日本只在混双、女双和男单三个项目上收获了铜牌,确实比中国暗淡了不少。 但两者不同的是,中国几乎全主力阵容出战亚运会,日本只派来了二流选手,一流的都在全力备战美网了。 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,中国和日本网球,已经有了不小的差距,而这也是日本2020东京奥运会战略的一部分。 他们在网球、游泳、乒乓球、羽毛球等几个大象上培养的年轻天才,已经陆续开始站露头角,在备战奥运会的周期里开始摘金夺银。 这样两年下去,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,日本将直接威胁中国队的亚洲霸主地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